厦门通信 三 小风雄 27日寄出稿子两篇想已到 其实这一类东西本来也可做可不做 但是一则因为这里有几个少年希望我耍几下 二则正苦于没有文章做 所以便写了几章 记上了 本地也有人要我做一点批评厦门的文字 然而至今一句也没有做 言语不通 又不知各种底细从何说起 例如这里的报纸上 先前连日闹着黄仲迅霸占工地的笔墨官司 我至今终于不知道黄仲迅何人 曲折怎样 如果进来批评 岂不要笑断真的批评家的肚长 但别人批评我是不妨害的 以为我不准别人批评者 乌眼 我岂有这么大的权力 不过 唐要我做编辑 那么我以为 不行的东西便不等 我为时不大愿意做一个莫名其妙的什么运动的傀儡 前几天卓智睁大眼睛对我说 别人胡骂你 你要回骂 还有许多人要看你的东西 你不该默不作声 使他们迷惑 你现在不是你自己的了 我听了又打了一个罕金 和先前听得有人说青年应该学我的多读古文时候相同 乌虎 一带只贯随成公务 付帮忙之义务 有回骂之必须 然则顾不如从速贪台 还我自由之为得计也 智之高明 为时已为然否 今天也遇到了一件要打寒金的事 厦门大学的职务我已经都成病辞去了 百无可谓 六指大吉 然而还有几个学生向我诉苦 说他们是看了厦门大学革新的消息而来的 现在不到半年 今天这个走 明天那个走 叫他们怎么办 这实在使我假脊梁发冷 哑口无言 不料思想界权威者或思想界先驱者这一顶指乎的假观 竟又是如此误人自闭 几回广告将他们从别的学校里骗来 而结果是自己倒跑掉了 真是万分抱歉 我很惋惜没有人在北京早坐黑幕式的济世 将学生们拦住 见面时一谈 不见时一战哲学 似乎有时也很是误人子弟的 你大约还不知道底细 我最初的主意 倒的确想在这里住两年 除教书之外 还希望将先前所集成的汉化相考和古小说勾审印出 这两种书自己印不起 也不敢请你印 因为看的人一定很少 折本无疑 唯有有钱的学校才合适 极致到了这里看看情形 便将印汉化相考的希望取消 并且自己缩短年限为一年 其实是已经可以走了 但看着宇棠的勤勉和为故乡做事的热心 我不好说出口 后来预算不算数了 与唐力争 听说校长就说 只要你们有稿子拿来 立刻可以印 于是我将稿子拿出去 放了大约只多十分钟吧 拿回来了 从此没有后文 这结果不过证明了我确有稿子 并不欺骗 那时我便将印古小说勾审的意思也取消 并且自己再缩短年限为半年 与唐士徒办事教书之外 还要防暗算 我看他在不相干的事情上弄得历尽神奇 真是冤枉之志 前天开会议 连国学院的周刊也几乎印不成了 然而校长的意思却要添顾问 如理科主任之流 都是顾问 据说是所以联络感情的 我真不懂厦门的风俗 为什么研究国学 就会伤理科主任之流的感情 而必用顾问的声将它落住 联络感情法我没有研究过 监事又已辞职 所以我绝技也走了 现在去放假不过三星期 本来暂停也无妨 然而这里对于教职员的薪水 有时是自助比较的 离开学校十来天也想扣 所以我不想来占放假中的薪水的便宜 至今天只扣租一月 昨天已经出题考试 所以结束了 月卷当在下月 但是不取分文 看完就走 看物请赞物寄来 待我有了驻足之所 当即涵告 那时在寄吧 林墨照例要说到天气 所谓立者我之立也 怕有批评家指为 我要勒令天下青年都照我的立 所以特此声明并非如此 天气却已冷了 草也比先前黄得多 然而我那门前的秋葵式的黄花 却还在开着 山里也还有石榴花 苍蝇不见了 蚊子 兼获有之 也深了 再谈吧 鲁迅 十二月三十一日 再 睡了一觉醒来 听到拓声 已经是五更了 这是学校的新政 上月天设 更夫也不止一人 我听着才知道 个人的打法是不同的 声调最分明的 可以区别的 有两种 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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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 拖 拖 拖拖 拖 打羹的声调也有派别 这是我先前所不知道的 并以奉告 当作一件新闻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7年1月15日 与斯周刊 第114期